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繼續我們即場教路之後問必答的環節 這幾隻的嘉賓都是來自我們《要財證券》的事務總監郭詩智先生 郭老師你好 你好 不如看看現在港股最新的表現 現在是叫做day low 跌了359點,最近18,398點 另外國企指數跌了272點,最近9529點 成交額有529億 期指這刻跌229點,18,383點,低碎15點 成交量接近8萬張 郭老師略略說一說市況 看到下午3時歐洲開市之後 港股跌深了 但見到歐洲的表現也沒有明顯跌幅 都是在現水平徘徊 都是圍繞0.2%左右的上下波幅 問一下郭老師你的意見 其實現在港股今天成交不算太多 但回覆好像也不小 是的,因為升得比較急 實際上由4日的16,170點 到昨天的高位18,758 其實在兩個星期之內 已經升了2588點 急升過後的大市 正常來說一般都會消化 第一次比較明顯的調整 是由18,456點跌至17,888 回頭再出現18,758 現在再回落 上一陣回落落落落約600多點 這一陣由高位落落落落 暫時來說只有300多48點 其實相對整個升浪來說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消化和整固 至於成交金額 534億好像比較小 跌市第一就不需要成交金額 第二 跌市成交金額 從一個比較正面的角度去說 你可以視之為拋售力不是那麼大 當然這一層上來 除了早前的沽空盤需要回補之外 多或少一些基金 因為手上的現金商比較多 市升上多點升上多點的時間 但滋味真的不太受 又擔心第四季 如果市場最終升得比較急 自己的基金的表現就會落後於大市 所以有些市場真的順勢作爭持 數碼我相信也不會太大 但始終累積升幅那麼多 話多話少這個升浪 都有些省戶在高台上參與 細息不對板當然是止虧 加上這一兩天也沒有太多新意 由低位上來的力度 爆炸性是相對比較大的 當你去到某個高台上的時間 你要再湧上去的時間 要麼有些新的消息 造成一個新的刺激 或者資金入市的態度 如果在高台上慢慢慢慢的情緒 開始淡化了 開始偏向觀望的話 低價買了那些當然會回逃 實際上這就是反彈市 至於高台上 不排除輸了我價 都是先走了避一避 都會有的 所以變成今天的市 在上半月 始終是百多點 或者二百點反彈覆覆 去到下午之後 好像拉不上拉不上 有些比較失望 算了 輸了算數了 令到跌幅 所以跌幅會進一步擴大 以一萬八千三百多點 指數相對昨天來說 跌了差不多四百多點 但最重要是甚麼 是一條二十天線 或者簡單來說 一日的恆指 仍然在二十天線樓上走 即是說 浴市頂的格局 暫時來說都沒有消除 而所說的頂 當然暫時來說 不要看得太高 一萬八千八到一萬九點 其實昨天的收市 已經差不多到到初步的目標水平 郭Sir看到近期來說 內房股的表現都幾波動 我覺得它的升幅跌幅 是有點像這些小價股 動動也有八九個百分之 甚至十幾個百分之的上落 現在跌幅最大的藍籌股 已經是華遠置地 跌成七點七個百分之 另外看另外幾隻 六八百現在都跌三點八個百分之 接近十三個六號 我們先看看整個內房板塊的表現 看見碧桂園跌2.6個百分之 做二個五毫半 消貿房地產跌5.5個百分之 而富力地產都跌3.6個百分之 要跌得比較厲害 就要看看恆大 跌成超過9個百分之 三元零八千 遠洋地產跌9.9個百分之 做三元 合景泰富和瓦居落率都跌超過8個百分之 越售地產都跌6.4個百分之 昨天升多少 好像今天又跌一半下來 是呀 實際上來說 由低位上來的幅度很厲害 剛才Anita提到的 恆大地產 由兩個一毫三 急升到三個五毫半 你計算一下 升到大概過四左右 相對兩個一毫三 說的是六十個百分之 甚至六八百 中國海外也好 由九毫九 我當你十元 升到十四個三 升了四十個百分之 低位上來計算一下 華潤置地 七個二毫八是最低的後價 去到十一元左右 三個幾人錢 又是五十個百分之 其實這個反彈的幅度 相對低價來說 是相當相當之厲害的 當然高台跌了下去 已經跌了不少 但怎樣也好 大幅度反彈之後 肯要消化要整固 據聞內地一些內房的發展商 面對市場的買意 都是比較薄弱 他們開始有少少減價蓄銷 例如好像是龍湖地產 這個情況也是好的 因為你不減價蓄銷的話 你新的樓盤 一路地盤要開工的話 要施工的話 每日可能以百萬計的資金 投放下去 要麼大把現金 沒什麼所謂 如果不是的 就是同銀行借 但很多內房的發展商 收上現金不是那麼多 因為全部都買了地 或者是投放在投資裡 至於銀行融資那邊 是很困難的 如果你不想在街外 25、30、35利息借錢的話 辦法只有一個 就是減價買樓 郭Sir 電話旁邊有胡小姐 我想問郭頌 1、2、8、8 我是3個1 現在3元都宣賣 我想問問 好 短期走勢怎麼看 好嗎 現在跌6.5% 2.98 郭Sir 農業銀行 表現得比較波動的股份 怎麼看呢 2.26升到3.19 其實累積的升幅 都40%多 2.26當然不買 2.6 2.6 不會買 因為這是上星期二之前的價 放原價回來 已經2.9元多 根本上是跳空上 你沒有機會買到便宜貨 要買的就是2.9元多 但看看 總之3.1元才買 我不管你是否短線 如果你是中線持有的話 真的有少少賣貴了 因為兩個禮拜之前 還是兩個多元錢 如果純粹是短炒的話 我給你指示位 其實我不想給 因為中資銀行股 我始終認為最好是中線持有 但市會波動 上、下、下、下 很多衍生工具 有時候真的 20%、30%、50%的波幅 每天對著它 老實說真的不太懸崖 2.88 在這一層市 跳空上來之後 最低的口價 嚴格來說 它是開出來2.91 然後抽到高位 然後再下來 2.88 不跌穿 沒問題 嚴守著 他的指示位是這2.88 好 謝謝胡小姐的電話 郭Sir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繼續有我們 即場嫁勞之有問題 必答的環節 有些想問 郭Sir把握最後一節的機會 打電話來 204-6566 電郵地址 ASK at bs.channel.com 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見 看看恆治這刻跌至388點 還有18368點